好 現在是6點29分 本來說這個場地址訂到這個 晚上7點鐘 但是大家很清楚的看得到 透過這樣公開 透明 大批媒體在場的方式 根本最後就是崩了嘛 因為說實話 這就不是一個我們彼此之間的談判 又要把過去的理念拿出來 訴諸民意 訴諸所有的媒體 這哪門子談判 院老師 我先強調 因為今天從這個一開始的話 就一直不斷地在看電視 就是也沒有機會講 我大致上說三點 第一個的話 這個真是一個非常非常混亂的鬧劇 因為我平常常開會 我們戲務會議 院務會議 校務會議 所有的事情沒有人公開 當場真的在開會討論的你知道嗎 那個沒完沒了 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這個藍白河是大家的共識 現場這五位偷同一藍白河 但這個技巧你覺得呢 這個技巧當中的話 雙方都講了太多假設性的問題 以及太客氣 說良心話 雙方的話本身的話 像柯文哲講說 不要講別的 我要講最好的團隊 讓民進黨下架的話 他已經預設自己最好的團隊 但證據呢 他拿不出來啊 對不對 他講人家不講 然後呢 那個 Fillian這邊更難過了 如果說 自己這邊就行的話 那就不會坐在這邊了 其實我講剛剛臨時結束 有一點草草結束的味道了 對 因為真的是再談下去 就真的太難看了 不是 因為難看了 因為大家都講到原來的事情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今天這個談判 基本上就是一個 郭董設下的一個局啊 原來柯B是很被動的 因為他耍賴了嘛 對不對 人家講的 結果後來的話呢 郭董講說 我們就三個人談 談的是什麼候選人的情況下 然後他當場就講 不數字刻 就指得朱立倫 然後馬英九說我是見證人 沒有 他是歡迎馬英九的 對呀 我知道 他質疑朱立倫的身份 對呀 所以說這個情況 對 所以現場 因為所有的媒體在場 有些話真的沒辦法講 然後另外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主持人 照理說主持人 就是一個程序引導 但這個主持人 發表了很多看法 這看法一度激化了現場的氣氛 國民黨那個林陶本身 還在那邊搶麥克風 兩邊吵架啊 然後另外他們就完了 我就要強調第三點 整個就是說 他們把這個問題啊 那個不翻篇章 就是說是原來六點協議的時候 這個郭台銘又在現場講話 他一開始花了很長的時間 講訂飯店的困難 我們來看他現在講什麼 喝一杯很棒的奶茶 那麼看到很多感恩節歡樂氣氛 應該準備一下涼茶 小小氣氛 要感恩 今天是good day 但第二個呢 我離開統計學的課 是因為我真是認為這個話題 應該就跟柯主席說的就此翻過 如果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大家把注意力 為什麼我這幾天花時間被跟柯主席溝通 為什麼跟侯市長溝通 然後呢 我昨天發一個那麼長的文 那我真的我內部 我自己的內部 花六個小時做出來 我講出寫出來每個字 今天幾分 我對他負起百分之百歲的責任 不容創改 今天這一幕 沒有事先遇到 本來講好是三個人 我是主角之一 結果我變成深格威 見證者 那我不曉得 我柯主席是不是被換掉 所以今天呢 我第一個 我做主主人很難接受 第二 就如同我前所一緣 我不希望是一個無緣的結局 在感恩節當天 但我不信的 好像是無緣的結局 因為我沒有參加 是不是 因為統計的課還沒上完 第二 我看到無緣的結局 不是Happy Ending 這是我時間預料到的 所以我一直避免竟然發生 而它還是發生了 也許這是中華民國的命運吧 也許這是命運的安排 但感恩節這一天 不應該是這種命運的安排 我個人很難接受 這是命運的安排 還是技巧的不夠呢 第三點 我都很好奇 這是智慧的安排 我們有一句老話 應該是決定誰贈誰負嘛 但是透過公開的 太陽 明天依然會升起 廢話 今天各位 我們本來漏夜 希望常談 談出一個比較好的結局 但不幸的 不幸的 各位 我們今天 大家這樣的公開討論 上統計學的課 我們只有 如果需要的時間 對中華民國的前途 對台灣的未來 對渴望 讓台灣走出困境的台灣的未來 年輕人的未來 台灣的社會的未來 事好沒有幫助 各位媒體 佔用你們的資源 佔用你們的時間 讓我們大家的時間 各位 有意義嗎 有用嗎 民進黨的支持的樂歪了 樂歪了 今天大家如果是用 一個 不願承認事實的謊言 去說明另外一個謊言 最後整個對台灣的事實 我們三個人剛好是 中華民國的軍工腳 我很希望 中華民國明天的太陽 是不是氣壞了 還剩幾個小時 現在還在講理念 當然理念很重要 就是說大家 都說要喝 那就想喝吧 直播的全國朋友 抱歉 其實今天應該是一個 很嚴肅的日子 我是帶著誠意來 我也希望說 再也能夠整合出 一組最強的候選人 因為畢竟我們 政黨輪替還是很多人的期待 所以我從頭到尾的邏輯都一樣 應該用最強的組合去打贏這場選戰 不過今天不管結局怎樣 我們還是要尋求更多自同道合的朋友 我們一定會完成政黨輪定 我也謝謝郭董今天的波時間 也謝謝今天在場的所有各位 謝謝 好 先教授為止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有個美好的木月晚 祭祝明天太陽依舊從東邊升起 謝謝各位 很輕鬆 講一下這些莫名其妙的話 好 謝謝 那我們請 真的是一個無言的結局 大家從頭到尾看到這個記者會 我不知道這個心情態度 是不是跟我一樣 就是說 你看台上的五個人 大家有個共同的目標 政黨輪體 就是我們要合 對啊 但是因為這個技巧 這個方式 這個場合 所以說最關鍵的問題沒有講 又回到的 什麼民調啊 理念啊 下加民進黨啊 那個是一開始該講的嘛 到這個結局院 各位各位 今天晚上是最後一個晚上 能夠整合的最後一個晚上 還照什麼像 還有臉照像 明天太陽的確是會升起 但是到明天五點鐘之前 如果這個事情就破局的話 那台灣的再接下來的明天 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介大使你怎麼看你參與過 無數的國際談判 這麼重要的談判 國內外這個現場大廳啊 這個直播 談一些私密的一些事情 你覺得呢 我覺得這個安排 如果是郭董做的安排 郭董要負最大的責任 我必須講 他本來的安排是在樓上 是有個三個小房間 他認為就是 253吧 對 就是這三個小房間 但是後來呢 這個柯文哲 這個郭文哲 國民黨陣營認為說 要公開透明的來談 所以他們就 本來應該在樓上小房間 談完以後到這邊來宣布 所以呢 這三位 馬英九啊 郭文哲啊 朱立倫啊 就到這個大的現場來等 在這裡等 大概等了二三十分鐘左右 那認為說 不能夠在小房間談 小房間只有三間 只有三間 當然郭台銘有所解釋啦 因為一開始講的是三個人 他就說房間很緊張 所以指定到三間 他跟馬英九抱歉 就歡迎馬英九 然後但是呢 這國民黨三個人來之後 就堅持不肯進小房間 必須要在這個大廳裡面 所以大廳就 所有媒體直播都打開啦 所以就造成了剛剛這個結局 季大使你覺得談判 重點是談判嘛 要和啊 是我想這個現場所有這個朋友 還有這個台上這個 所有今天的這個主帥 大家的共同意見 都要和啊 都要政黨輪替啊 但是這個方式 這個方式基本上就是 很難會和的 很難在這個 這種事情是沒有辦法 在大庭廣眾下 來談這麼重要的事情 對而且我覺得 要見面之前的政治工作 是更重要的 不能見面以後來談重要工作 而且這兩個人當中 有一個人一定會當副的嘛 如果要和的話啊 那當副的那個人要什麼 我都當副了 他當然要面子啊 所以當政的必須要 你看啊 這面子得做足給這個副的 但是因為這個公開這個現場 必須要對他們的支持者交代 就不能示弱 所以那我如果要當副的 假設 不管是猴或是柯 心中已經打好主意 我要退讓 但是在這個現場 他也沒辦法退吧 對不對 對 沒有台階了 沒有辦法 而且一開始這個話衣 這樣子戴起來 對於這個在場的人 有意見 一定要某人離開 或怎麼樣的情況 氣氛就壞了 就很難 很難再繼續討論下去了嘛 對 那所以我覺得真正的 這個侯跟柯 兩個人的 在這樣子環境下 他們兩個人 很難有這個 很善意開誠不公的一種對話 大家是不是這個急壞了 這個我們現場這個 很多的這個網友我看到 大家都說藍白突啊 真是歹戲脫捧啊 八點檔啊什麼的 罵聲不絕 但是提醒大家 知識態度正能量啊 還有時間 還有時間 今天晚上明天一直到五點鐘之前 都來得及 但五點鐘要登記結束 可能還有交通塞車的問題 要算進去 張陽君怎麼看 是不是大家保持希望 因為大家合的心真的很強 然後下架民進黨的心 真的很強 你覺得在最後的倒數 也許不要透過這個直播之後 反而會好一些吧 對我認為 是朝正面上來看待 第一個呢 我認為有個埋下的伏筆 最後面郭董跟柯主席有講過 那個政黨輪替 他就是目標是要政黨輪替 你看他把話這個話 講了一遍 大家都希望這樣 對都希望這個樣子 他剛剛就講 如果是破局那就破局了 他沒有講破局 他說 大家的期盼是希望政黨輪替 換句話說 這是埋下伏筆了 這個目標還存在 所以也就是說 今天這種方式的談判是破局了 但是政黨輪替還有藍白合作 應該是沒有破局的吧 沒有破局 有破局他剛剛就直接就講死了 所以沒有 現在問題的癥結 兩個沒有辦法都攏得 一個是要最佳的組合出去 另外一個是最佳的團隊要出來 你看他兩個落差是這個樣子 柯主席講 什麼樣的搭配是最佳的組合 他一直堅持這一個 但是到這個 到今天這個節骨眼 這個如果要再公開來談 每個人都不會承認自己是次家的 對 我當然是最佳的 不然呢 尤其是如果我今天要當富的 你還說我是次家的 對 適可忍 適不可忍 對 那可能我認為這個下面可能 這個富的是有實權的富 這個樣子 對 一定會這樣 然後在今天晚上 大家繼續磨合 明天早上 一起來之後答案就出來了 因為這個是晚上的時候 最後一條關卡 大家來談 那富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富 不是以前的富了 是啊 沒錯 這個院老師你怎麼看 你覺得我們都講政治人物要有大智慧 大智慧是政黨輪替 保住台灣 這個現場的幾位目標一致啊 但是今天這個結局你覺得呢 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智慧 我舉例來說 如果你們三位要談會採用這種方式嗎 你給他們建議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接下來呢 時間不多了 該怎麼做加快腳步啊 我可能講的比較直接一點 我感到我剛剛在講 軍人啊公務員啊 跟我那大學老師這個性質上不太 有少少的不一樣 我看這件事情 我比較看未來 還有看這個國際觀瞻 這個談判技巧是鬧劇一場 就是說這個根本談不出任何東西來 基本上就是很難看 再接下來就要吵架了 因為這講的話越來越難聽了嘛 因為一個注意力人 後來搶話兩次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基本上的話呢 對於這個黃世秋的講法 他有他的不同意見 我有兩件事情啊 我覺得喚醒他們的注意啊 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說答案非常明顯 那麼到底是如何推出最強的團隊 這個裡頭當中大家不要忘了是有三個人 這三個人的話呢 這個郭台銘本身呢 設下了一個局 我說的直接一點了 他設下一個局 這個局呢 就幫柯P呢這個反轉 從被動變成主動 怎麼講呢 因為柯P簽了六點協定以後呢 因為問卷的結果呢 他就不認帳了 不認帳以後他就裝傻 裝傻的結果就是說是呢 大家都知道他統計非常好 因為你學醫學的嘛 怎麼可能統計不好呢 但是他心裡非常明白自己的 因為他一簽了六點協定以後呢 使得他自己的底下支持者非常不滿意 他自己說過 他們都要鬧嗤嗤 然後現在的話呢 這個郭董呢 照了一個情況就是說 來 翻了一個篇章 我們就三個人來談 白紙黑字叫後有意答應的 所以呢這個是很厲害的 果然呢就做生意的 就是使自己的很被動的立場 變得很主動 那後有一天以後呢 正準備來的時候呢 朱伊倫不幹了 然後馬英就說我是見證人 所以說就變成這個樣子 這是第一點 這第一個環節 第二個環節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知道 因為我昨天參加了那個鳳凰衛視的這個節目 我坦白講 你們今天這個丟臉的這個鬧劇 不是只有2300萬人看 是14億人在看 你要了解 你們這幾個人憑什麼搞政治 一點腦筋都沒有 然後本身來講 還在那邊搶麥克風搶來搶去 一開始更難看的啊 那個國民黨的小洛洛跟那個什麼 郭總底下的什麼 還有那個民眾黨的那些 都那麼年輕人 都把它搞成辯論比賽啊 小孩先吵起來啊 你知不知道這個是 我嚴格來講 因為我昨天說 人家大陸多麼重視啊 它全部圍成那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感覺 會覺得說兩岸之間的未來就是再此一舉 如果藍白河的話呢 讓他們感覺到這個希望無窮 大家講的話 昨天那個節目 蔡壁如也在場啊 對所以今天我必須要講 來導播到18.1丟出來 現在丟出來啊 我要給大家講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只到 只跟到這邊啊 那上午的一些事情 你應該要這個把邏輯順一順 你才知道今天為什麼有這些插槍走火 這個荒槍走板的一個結果 大家會覺得怎麼可能 這幾位都是老謀深算的政治人物 怎麼會搞出這個荒槍走板的一幕 當然它是有一個過程的喔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給你參謀 威脅 大小姐 我請給你參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